要打那個麻醉針的時候 那他好像說會怕痛這樣子 那當時好像聽說法醫師說 你都會怕痛 那你殺人 那個對被害人都不會有感覺 正結 深悲被結殺人案 四條人命 105年5月10號晚間8點多 槍舉不法 從定宴到執席只有短短18天 103年的5月21日 是台北捷運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就像這樣一般 由龍山寺開往江紫翠的捷運列車上 正結隨機砍人 造成四死二十四傷的悲劇 最高法院判處了正結四個死刑定驗 而在18天後 當時的法務部長羅英雪 迅速批准了正結的死刑令 火速槍決了正結 正結這一次是跟以前的時間 就比較不一樣 他後來是提早到傍晚的時候 所有執行人員都坐那個 機關的箱型車到看守所 提早去那邊集合 坐在車上身穿格紋上衣 身材福泰的 是擁有三十年又九個月資歷的 資深退休罰警 而他在退休前 最後一個執行槍決的任務 就是北捷殺人案的死囚 正結 已經知道當時的 槍手是你了 你自己知道 知道 我從第一次的執行死刑 到那一次應該算是最後一次 我每一次從接到這個任務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有一個很大的石頭 好像放在那個我的肩膀上 我一直要等到就是說這件事情 做完之後我才能夠就是 完全放下來 那會覺得說這個壓力就是長期以來 他時間是非常長的 正結伏法前他此生的最後一餐 吃了三分之二的控肉便當 還向法警要了水喝 神情一派輕鬆 還沒有執行的時候 我有去看一下他到底是什麼樣子的狀況 他看了一眼 看不出他有什麼眼神這樣子 沒什麼特殊的表情 對 就是這個人好像就是他的眼睛 跟他的身體的那個表現 他好像是處於一個就是那個眼神 就是無神的那種感覺 但當真的要面對生命的終點 正結則露出了膽小的本性 法醫有跟他要打麻醉針的時候 他好像說會怕痛這樣子 那當時好像聽說法醫師說 你都會怕痛那你殺人那個 對被害人都不會有感覺 而正結伏法當天外頭下著磅沱大雨 法警拉開鐵門 禮儀車上載的就是正結的遺體 正結為他的所作所為付出了最後的代價 而養育他長大的父母 在這一刻並沒有出面 僅用一張勃勃的委託書 道盡了為人父母的無奈 從頭到尾正結的父親都沒有出來 他之間是委託他的友人拿委託書 因為我們必須要委託書 我們才能辦他的生活事 那之後他就是說 我們把它簡單的活化之後 他會把骨灰取回去 就算正結付出了該有的代價 但依舊挽回不了那些受害者的生命 這些畫面是台灣人民心中 共同的創傷 你要做什麼話要講 會不會後悔啊 大家都很想知道 正結到底有沒有後悔 他為什麼要在最安全的捷運車廂裡 進行無差別殺人 其實他在獄中有收到一些 他不認識的人 可能是一些網友 或是一些民眾寫信給他 關心他 成為全民公敵的正結 怎麼想也想不到 在他成為階下囚的時候 除了家人之外 還有人願意為他注入一絲關愛 所以他後來其實有迴信的 主要是談談他在獄中的生活 沈醫師是輾轉從民眾手中 拿到正結的回信 但因為早已事隔一段時間 信件也不知去向 但可以知道的是 當初殺人不眨眼的痕跡 似乎在他打開每一封 來自外界關心的信件時 也像是打開了自己 好久沒有開啟的心門 如果事情可以重來 假設說他還沒有犯下這些事情的話 他知道有這麼多人在關心他 他會不會再去做這件事 其實他已經有打上一個問號了 在幾封正結的回信中 他幾乎三句不離布袋戲 他更把自己幻想成為 布袋戲中的俠客 斬妖除魔 但當初那些混亂他刀口下的 可都是活生生的人命啊 原本應該和實際上年輕人一樣 青春洋溢的正結 怎麼會變成殺人犯呢 國小的一個插曲 讓正結種下了第一個恨根 有去衝頂隔壁的女孩子 老是發現說 你不行啊 怎麼可以這樣子 要跟女孩子道歉 當場其實他有 好像有就覺得說 好像有想要報復的感覺 男生調皮愛捉弄女生 女生愛鬥狀 這似乎是一種常態 照理說 沒人會把這點小事 在心上狠狠刻上一筆 但國中時期的俊傑 已經迅速在心裡 畫上了第二個恨的記號 當老師栽培他 我們想講栽培他 當學育股長 當風俱股長 甚至於到最後當班長 但是他 沉默的個性 竟然會認為 老師 在管理的方式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 教育這個學生 方式不對 他其實也滿生氣的 好像有一陣子 他就帶刀到學校 好像準備對老師做出什麼事情 恨的記號越喝越深 國中的某一天 那是鄭傑第一次 由恨轉向真實的攻擊行為 因為跟同學之間發生衝突 拿著剪刀就一戳小了 沒有人天生下來就是惡魔 在他成長之路 這或許是鄭傑發出的第一個求救訊號 但有人聽見了嗎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要去重視自己的情緒化 跟情緒化背後是什麼 因為當我們身而為人 連情緒都不見的時候 就會變成大家所說的魔鬼啊 或者是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會做出什麼行為的人 成績還算不錯的鄭傑 高中時期考取了板橋高中 開放的校風 讓他高中三年過得挺開心的 但這時候的鄭傑 腦袋裡的殺人計畫 卻沒有因此停滯 反而是訴諸成文字 他經常會寫出一些不好的樣子 或者是看一些所謂的 我們說的變動的東西 他就開始有怎麼樣 殺人的計畫 高中畢業學測63級分的政潔 卻選擇就讀軍校 他心裡只有一個 終極目標 他去讀國防管理學院 他在幹嘛 有一種說法是 我要做後面歌 我要做台人的風格 試練型的人格是 一旦見到到他的至尊 他大概就是會非常的痛苦 這個痛苦有時候 甚至比死還難過 所以說他有時候 這個反擊的動機 就相當的強烈 鄭傑下定決心 就要貫徹信念 但這些衝動 如果能被倒為正向 他的人生 或許會有所改變 我發現說不出 是最哀傷的一件事 我明明就想表達 我已經在對外界求助了 可是那個東西卻被堵起來 那這個東西 他就反彈到我內在去 他就會變成什麼 他就會變成內在一個漩渦 滾很大的時候 我就真的實際去做 所以心理學 一直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話說出來 你就不一定要去做那件事 可惜鄭傑在軍校 因為成績不理想 遭到學校退學 他才轉而考進 台中東海大學 這使得他心裡的恨 更狂妄地滋長 慢慢他的恨意 好像推展到不特定的人 好像對整個世界 好像都跟他有仇一一樣 大家要不要打開 不要打開 在正解的世界裡 虛擬 現實不斷交雜著 好像電動環境要殺人 殺了 死了之後又可以起來 沒什麼抓不去 殺了一個人 就是一刀 結果他死了之後 沒有辦法他還給他 電動環境都這樣子 最後是Game Over而已 Game Over只是我電腦一開 又開始了 特立獨行的鄭傑 犯案前還寫下了 懸疑推理小說 電車殺人事件 他心裡的恨 已經盤根錯節 最後真的造成 無法挽回的悲劇 再來 再來 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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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叫 這個要後悔啊 從小學 國中 再到大學 鄭傑長期處在 龜蒙蒙的陰影裡 難道沒有一絲光線 穿透進去嗎 父母能不能去了解孩子 在于我们能不能去看见 他现在的需要 以及我们可以扮演的角色 而且那个角色 是随时随地在改变的 你知道杀人要偿命吗 郑杰心里的恨 让他用短刀斩断了 四个家庭的天伦梦 他们何其无辜 郑杰心里的恨 也断送了自己的年轻岁月 家庭 学校 或是社会 如果能接住每一个求救讯号 台湾社会还会不会有 下一个郑杰呢 数百名死囚在刑场画下人生据点 几身枪响后 一切就能归于平静 如果枪打到人 人没有死完的话 人会很痛苦 一名女死囚执行枪决时 法警长从她的背后开枪 却没有一枪毙命 那个女生竟然大叫 马上在地上就开始爬 一般受刑人约莫两枪就伏法了 但是法警连打了三枪 吴兴华不仅没死 还不断哀嚎 深夜里的枪响划破夜空 台北看守所的夜里 每逢执行枪决的夜晚 气氛格外诡论 所以你会感觉那种气氛 就让人家不寒而栗 而且你如果走到那边 你会想到说这个地方 专门在执行死囚的地方 那当然气氛不大好 数百名死囚在刑场画下 人生据点 但早期执行枪决时 并没有施打麻药 执行死刑并不像现今一样 几身枪响后 一切就能归于平静 等到立庭完毕的时候 他单身也知道 他必须要执行 他只是不知道 是哪一刻哪一分钟被打 所以当他吃完饭 要往刑场走的时候 他以为会要站到跪道的时候 其实已经就打了 猝不及防 苗竹子死囚直接就开枪 但并不是每一枪 都能打得这么准 那时候因为没有注射麻药 如果枪打到人 人没有死完的话 人会很痛苦 我开了 担不住 然后那个人就一直哀叫 我大概是紧张 我去那里打 他就一直挣扎 1974年12月 一名女死囚执行枪决时 法警长从她的背后开枪 却没有一枪毙命 接下来的画面 让所有当时参与枪决的人 都永生难忘 那个女生竟然大叫 马上在地上就开始爬 以前那个杀队伤还有一些草皮 抓着那个草皮 劈头散把 那个时候法警竟然追上去 在开第二枪的时候 因为他在动 当然是没打到 抢过那个枪过来 就赶快对着他 就叮叮叮叮叮 才把那个女死囚执行实行 所以以前早期不打麻药 问题也很大 就怕这样的执行方式不够人道 近年来执行枪决时 都会先替死刑犯施打麻醉药剂 让死囚先昏睡后 最后这段路才不会走得这么艰辛 但是也有例外 并不是每一个死囚在打完麻醉之后 都能够顺利完成枪决 吴辛华强盗集团 从1982年起 陆续在新竹地区 犯下许多随机杀人案 包括了湖口双哨兵命案 还有许多闯空门强盗杀人 跟车行灭门血案 短短几年间 至少14人被害 杀人如麻的吴辛华 被判处了10个死刑 创下司法史上的记录 1988年吴辛华踏上刑场 你知道吴辛华那个时候 他是自己要求不打麻药 因为他说他已经皈依佛教 他已经知道什么 可以让自己的灵魂出体 但是我们向台北看守所查证 所方的回复 那一名吴辛华执行枪决时 的确有施打麻醉药剂 但是无论有施打 罚警第一枪打下去 就发现状况不对 执行当中除了打麻药以外 一个年轻罚警先开第一枪 那这位收容人 一枪开下去之后 当场有哀嚎惨叫声 年轻罚警这个时候 有点被吓到 所以他又开不下去第二枪 后面那一位老罚警 资争罚警 有上前给他補一枪 一般受刑人约莫两枪就服法了 但是罚警连打了三枪 吴辛华不仅没死 还不断哀嚎 那个时候旁边的法医才 赶快跑过去拿听筒一听 没有心疗 这个人怎么还一直在动这样 后来那个听筒往旁边引一引 才发现说 吴辛华心脏偏右 所以你打左边真的打不死 所以那个时候赶快把警拿起来之后 对着那个地 新的位置 响响两枪之后 吴辛华才过去 就因为心脏的位置 与一般人不同 吴辛华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才断了气 你可以查那个文件 天佑的 大概 那我想说那也是包 因为他之前都拿刀杀人 也是让人家割火 让人家流血死亡 所以他以前怎么杀人 这是可能就是上天有意 让他说你也是尝试一下 这种感觉 但是有些死刑犯为了赎罪 除了诚心忏悔外 更希望在死后能够捐赠器官 毕竟他们在世时作恶多端 希望能够借此消除业障 也为社会有意思贡献 那个时候其实台湾医学界 那时候一直在呼吁捐赠器官 医学团体就把脑筋动到死球身上 因为那时候死球不少 所以那时候法务部 他也接受了 就在监狱里面就推广说 死球你要捐赠器官 为你这一生的罪孽 做最后的一些补偿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死球 在执行相绝之前 他也同意区关捐赠 1991年3月 因为强盗杀人案被判死刑的黄家庆 伏法之前留下了遗书 希望弃捐回馈社会 死球如果要捐赠器官的话 他不能直接打心脏 所以他打脑干 打这个从脖子右后方这边打进去 把这个脑干浑水让你脑死 枪解死刑案的时候 事先一定要先看死刑案那个人的瞳孔 看他瞳孔到底在活着的时候 是什么状况 因为有的瞳孔是有缺陷的 他死了跟他活着的时候 有扩大迹象 你就说他死了嘛 然后死了嘛 不然你等过一张 他一定也收起来 他不然没有收而且还扩大 也知道死了嘛 所以不会难判断 有经验的老法医都知道 要利用瞳孔来判断死球 是否已经死亡 比较不会失准 你不要以为去摸那个墨膊 去做什么特殊的压紧部 有什么感觉 那个都不对的 温度也不可能 因为他干死温度是一样的 却没想到这一次的枪诀 一枪打进去 那这个黄家庆 那时候也是打了脑干之后 就把他送到龙总 因为他要绝诊器官 就那个受伸指示在龙总 送到龙总之后 那个外科部的医生就觉得很奇怪 其实他在救护车上面 他的生命迹象就恢复 就慢慢地一直在增强 送到医院 然后那医生一看 哇 这个已经不是脑死啊 而且那个脑死不是说 指数是3吗 他那个时候已经恢复到4 5这样 而且那个状况有渐渐好起来的感觉 医生当然基于医学伦理啊 你这个人没有脑死 我当然不能够强摘你的器官嘛 一度被判死的黄家庆到医院之后 甚至还恢复了自主呼吸 他还活着 这样的状况之下 手术怎么还能够继续进行 以前常常传说说 怎么开三枪没死 就没有死型 没有这回事 最高纪录曾经有开过7、8枪 你不死才拼命开 开到死为止 所以这个黄家庆怎么办 医生不敢摘除他的器官 就叫北索再把他载回去啊 那北索真的又派车来 又把他载回去北索再补一枪啊 再补了一枪之后 不敢再走 就在那边等观察 法医也在现场说 哎 却你脑死 难道他没有恢复的迹象 这一直来来回回折腾了 已经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啊 器官根本就不能用了啊 同一个死球两次枪决 这种状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纵使索方再将已经确定死亡的黄家庆 送回医院但是为时已晚 黄家庆想要遗爱人间的心愿 也难以达成 但是因为这一件事情 死球弃捐引起了不小争议 器官捐赠时间分秒必争 只差一分钟就可能让器官受损 移植失败 但是送到医院的死球 若是又恢复生命迹象 身为医生 器官该不该取 人该不该救 每一个环节都在挑战医生 救人的天职 而荣总自从黄家庆的 器菌案之后 就不再接手任何死球器菌 法务部这几年就没有再继续 推广说要坚持器官了 因为这中间的争议真的很大 你如果像这个黄家庆 他当时开了枪之后 在北索认为他已经脑死 可是送到荣总的时候 他的生命知觉 他的生命力很强盛 很旺盛 他还不想死 因为你这等于活人活灾器官 这是非常大的争议 你可不可以帮我找管理员吧 然后请他过来 我有话要跟他说 其实他们这些都是借口 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没有那么干脆 事情完 等法医确定说已经死亡了 我们第一件事情都会到化妆室 然后先去洗手 然后所有人都会去洗手 然后每个人 每个人洗手的同时都会说 下次不干了 大概好像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传统吧 都会跟地藏王菩萨 说今天我们来执行这个任务 希望地藏王菩萨 让我们今天的工作 能够顺利完成 我来到这边 执行死刑的时候 我才会过来 他是国家认证的筷子手 有着超过三十年资历的 退休资深法警 专门执行枪决死球的任务 最后把死刑犯枪决完之后 是从这一道门把它送出来 这一道门正是传说中的生死门 在这一座高度墙内 一个又一个的死球 迈向人生重点 距离的话 就是站在他的身体旁边 他是枪决死球的法警 这一只右手 仿佛握着启动生死的开关 或许这是老天 冥冥中派给他的任务 当然这个是国家 希望我们把它按照程序 这样完成 肩上背负的是执行死刑的重担 这份工作虽然沉重 但有着神圣使命 从民国七十七年开始 就担任执行枪决死刑犯的工作 曾经枪决超过三十名死球 以我的经验 我有跟地藏王菩萨 请他这个 让我们这样顺利完成 大部分都是蛮顺利的 行场前 这一尊慈眉善目 玉面珠唇的地藏王菩萨 不仅是死球 临死前的精神寄托 对这些法警来讲 拜地藏王菩萨 更是执行前必要的仪式 众案组团队历经重重阻碍 独家专访到这位 退休资深法警 他的枪法精准 执行迅速 是全台湾到十位法警当中 唯一被冠上一枪封号的 圣枪手 我曾经一天有 十三个死刑犯 还有听过学长讲 某个重大案件的时候 一个晚上要执行八位 所以最多的时候 有人拒绝打吗 所以要的吗 也是最有 曾经有一位 他有讲过说 他说他要感受一下死亡的感觉 他是一个杀人犯 他以前可能他都杀人 但是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说 自己如果万一被枪杀的话 那种感受是什么 他口中说的正是在民国七十七年 身被十四条人命被判处了十个死刑的死囚吴兴华 最后他被开了五枪才断气 而在刑场上还有一些普通人料想不到的状况 大概打了大概三枪还四枪的时候 他还想要撑起来 然后他最后他竟然还能够说 拜托再给他一枪 这位学长正气凛然 在执行正义前丝毫不退缩 让他印象深刻的 还有犯下白小燕私票案 身被超过十九条人命的陈静星 杀人无数的这样子典型的这种死刑犯 他们大部分都有一个共通的一个现象 其实他们自己面临到说 自己的生命即将要被结束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害怕的 他们是畏惧的 令人没想到的是杀人不眨眼的陈静星 在临死前拖拖拉拉 能拖一刻是一刻 印象中好像就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找某一位 他认识的那个主管还是谁 所谓的管理员吧 他都说可不可以帮我找他 请他过来 我有话要跟他说 其实他们这些都是借口 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没有那么干脆 我就觉得很奇怪 当他要取人家的生命的时候 都把对方的人命不当人命看 尤其方宝方命案那个案子 他们是把方宝方夫妇 就是用枪把他们往头部射击之后 然后陈静星他竟然在现场 还性侵那个被害人那个护士 你看他的行为是不是说 多令人罚子 台北看守所刑场 枪决全台超过三分之二的死囚 相传有许多 难以用科学解释的事情发生 虽然这个退休资深法警 没有遇过相关离奇的状况 但却有最禁忌的事情 降临在他的身上 他有喝那个高粱酒 那通常如果说他喝的比较多 虽然是一小瓶 他如果真的整瓶喝掉的话 他的循环会很快 那他循环如果很快的时候 你如果说你打的时候 你真的你一枪打下去 刚好有正中目标的时候 如果喷到的话 你那一条裤子 我看就也不用洗 就回去就把它丢掉了 沾染到死囚的血 等于沾染到厄运 得赶紧化解 最好还是说去庙里化解一下 死刑犯在踏上人生的 最后一段路前 内心大多胆怯 从被判处死刑定验的那一刻起 死囚的双脚 也会被钉上 两公斤重的卯钉脚疗 死刑犯他其实死刑确定 他那个脚疗 他其实就是从带上去之后 他这个就是钉死的 他那一种铰链 他没有钥匙可以开 他只能用枣子 然后他卯钉钉上之后 只有用枣子跟铁锤 才能把它打开 到了死刑执行当天 所方人员先将人 由乡行车载到刑场之后 第一步就是得先确认身份 面铭正身的动作 然后在上面压紫印 掌印 最后会在那边再做一个 平时的类似侦察亭这样 现场的时候有谁啊 现场会有执行的检察官 还有书记官 台北看守所的所长 还有台北监狱的监狱长 如果都没有问题 最后会问他说有没有什么疑言 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讲 也有最后讲快一个小时了 也有 他就是会说他是冤枉的 应该是在拖时间了 有的人他其实他在自己要面对死亡的时候 其实他是害怕 最后问完之后会下去 带下去吃那个最后一餐嘛 那有的死刑他会很干脆啊 最后一餐他可能也吃不下了 但是他可能喝了一点酒 或者抽个烟 然后他就会说他OK了 可以了 但是有的人他也会借着吃饭的时候 他也会慢慢地享用他最后这一餐 直到这最后的一餐吃完 接着准备踏上人生最后一礼物 最后喝完之后 都OK的时候就请那个法医来打 打那个麻醉针 针打下去到他笑笑发生的时候 大概三秒钟左右 你只要喊 从一喊到三 然后他就倒下去 介護的同仁 就会一个从左边 一个从右边 然后把他架起来 后面还会有一个罚警同仁 把他的脚镣挖起来 然后三个人就这样 把他抬到那个前面的沙坑平放 下一步就是由担任枪手的罚警 从背后近距离开枪 这时候还得特别注意 不能和死球对到眼 这也是禁忌之意 打完一枪之后 必须要间隔20分钟 然后法医再来判定说 有没有死亡 如果没有死亡的话 就必须再有法医说 那可能要再补枪这样子 最高纪录有死球打了六枪才断气 执行完毕之后 现场人员都一定要做这一件事 执行完那等法医确定说已经死亡了 我们第一件事情都会到化妆室 然后先去洗手 然后所有人都会去洗手 那每个人 每个人洗手的同时都会说 下次不干了 就是意思就是说今天做完之后就 就不再做这件事情了 但是下次大家还是会见面 继续做这件事情 大概好像也是一个就是一个传统吧 执行死刑禁忌多传闻也多 不过这穿过死球的子弹 却被认为是幸运小物 打下去之后 如果它有穿越出来的话 我们最后 以前那个学长都会把那个子弹 从那个沙坑里面挖出来 有的人对这个东西特别觉得说 它是不是有什么辟邪的功能 以前有一段时间还有蛮多人都会 会去要这个子弹的弹头 只要不是身材太魁梧的死球 子弹几乎都会穿过去 尽管是十二不赦的死刑犯 要罚警扣上扳机 亲手结束死球性命 不少人还是会害怕 但对这些枪手来说 这只是一份工作 是国家不予的任务 现在罚警非常缺人 也只能由罚警长和副罚警长 担任这个任务 枪手的工作也希望说 政府能够支持我们继续做下去 政府只要做到四个字就可以 依法行政 截至民国111年1月 全国还有38个死刑犯 尚未被执行强决 如果说这个人 这个死刑犯 已经没有办法说 存留在跟我们这些社会的一般人 共处的话 你要想 良善的人 他随时都是下一个受害者 在这一个自身退休罚警眼里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不会缺席 他也勉励先上 背负着跟他有一样任务的后备 你愿意做这个事情 可能你不能有所求 唯有你用忠道的立场 去做这件事情 你才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和偏差 可是有一个人叫谁听话 那个人叫做黄鸿鱼 那时候他抢起要犯第一名 也是杀人不眨眼的 可是你知道他那天行情的时候 他是被拖得出来 脚软手软这样 在外面多凶多狠啊 你到了枪毙的一天 他就叫你带不带走 陈晋晋看到那些饭菜的时候 他虽然没有吃 可是你会发现他 从头到尾没有推了 那他抽完两根之后 他就跟他们讲说 好 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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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会闹事 就不会打架 就不会吵架 就会死定了 好 来啊 不吵 不闹 有的只是等待 因为在这里 谁都没有把握 还有机会见到明天的太阳 所方人员告诉我们 早期执行枪决的速度很快 通常判刑确定没多久 就会执行 就怕死球心理 因此有了起伏影响求情 早期看守所的报纸还会开天窗 如果你三审定宴 接到判决 接到了三审定宴 最后一个通知的时候 那差不多十天之内会强壁 包括以前你看 法务部批准死刑的时候 隔天的那个 新闻啊 报纸都会开天窗啊 法务部说 诶 确定可能说几月几号 或几天之后 要执行死刑 有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那个 裕方那个报纸都会刮掉 因为他不让 那个死球看到之后 他心情就开始浮动了 那时候因为报纸没有开放 我们的报纸一张 大概有几八个洞 不能看了 就被手套里面剪掉了 所以一剪掉的时候 那死刑们最紧张 老是以为这一块是登台 明天要枪毙 后天要枪毙 就是老是以为自己 一旦报纸开了天窗 大家就知道又要执行了 但会是谁呢 大家心情 就是你到底要不要 赶快把我执行掉 不执行掉 每天都在这边等 早期法务部长刘友文 任内一年执行 上百个死球 所以几乎每个礼拜 都有人被枪毙了 所有的死球 几乎晚上都不敢睡 不知道是谁啊 会不会是他 所以你知道以前 有那个死球 连续就是他们死之前 他们都会在柜子上面 准备一套新的衣服 那你如果说那天知道 听说那天要执行死刑 那他们那天晚上 就喜欢沼泽 就会把新衣服换上 人要走最后一条路的时候 当然是希望说 穿得更更静静的 鞋子 袜子 衣服 有时候你会想 你又换一换 会把他换穿好 就穿好就对了 那等啊 等他 那没有就脱下来 就明天再来 直到天亮睁开眼 玄者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就这样 每天日复一日 无尽轮回 有些死刑犯 在伏法之前 也会将自己 平时供奉在社房里的小神像 一并带到地藏王菩萨这里 希望能够跟着菩萨继续修行 你要走那条路的话 我先跟地藏王菩萨请安一下 那你那边度我 就是洗净我这些罪念 深夜里的地藏王 在这里挂着几个大红灯笼 死刑犯在这里前程祭拜后 接下来一个转身 该进刑场了 我们跟着北索人员的脚步 终于踏进了台北监狱刑场 在这里许多人望之却步 而眼前的水泥建筑 后方连结的铁皮屋就是枪决的地方 尽管外头艳阳高照 但是阳光似乎很难照射到屋子里 里头漆黑一片 而接下来这一段路 将会是死囚最漫长的最后一里路 当死刑犯踏进刑场大门之后 接下来的这一段路 就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了 一般在执行死刑的时候 在刑场正对面的大楼制高点 都会有媒体守候拍摄 为的就是要拍下死刑犯的最后身影 在镜头下的死刑犯 其实只有少数的人 有办法从容赴死 大部分的死刑犯 其实都是双腿发软 必须要由监索人员搀扶下 才有办法走进刑场 不管在江湖上再凶再狠 当你踏进刑场的这一刻 在面对死亡的当下 你剩下的气魄 还能有多少 那个到刑场里面 不用人家搀扶的 没有几个 你就看他说 为什么那个罚警跟他们 走进去 就站在床旁边 那其实就是把他撑住 那我看过叫小雄 最后就刑犯龙 他进去之前 他自己走 围墙旁边那家小路 进刑场里面 因为对面很多记者在拍 他还会跟某种记者讲说 各位辛苦啦 有没有吃饭啊 进去之前 他说我对不起国家 中华民国安税 那个时候 那个画面很经典 中华民团队 中华民团队 可是有一个人 那叫小贼的 那个人叫做 黄鸿律 黑鸿 那时候他抢起药犯第一名 也是杀人不眨眼的 可是你知道 他那些行情的时候 他是被拖得出来 腳弄手弄这样 所以你外面混得多好 你多行啊 多敢打包票 一百个有九十五个 到了靶场 没有人不退完 在外面多凶多狠啊 你到了枪毙的一天 才知道你待不待久 面对死亡 有多少人能够坦然呢 不少死球 在踏进刑场后 仍是用尽心思 就是要多争取一点 呼吸的时间 你进去的话 你还要人别讯问啊 高检署检察官 还要问你资料啊 有的人就跟人 就摊在那边回答 很多人就想要 一直拖这样 这边有四个位置 前面是检察官 右边是别一长 旁边是所长 前面是书记官 在执行的时候 一定要检察官 做人别的厌民身份 还会了解 他有没有最后的一些 想说的话 尽量想尽办法 什么那时候 什么上厕所拉肚子的 还要拜拜的 念大悲咒的什么 所以很多就是 他希望说能够晚一点 能够拖延一分钟 多活在这世界上 一分钟四一分钟这样 以前又有一个女寿行人 她就说 我拜起来拖延公 她身上带着行李里面 还有那个照片 土地公的神像 摆在那个地方 箱拿起来点 拜拜完后 你香插下去 最后也要十分钟 箱插完就拜拜完 我那个观世音菩萨还没拜 后来等到最后说 不能等了 差不多了 时间到了 要拖下去的时候 他又跟他讲说 他要上大号 一般问起来 大概都讲十分钟以上 很少就怪怪的说 没有 不要 不会 而且还会讲说 我这个是烟网的 我起来乱乱 人生最后的这一个关卡 一分一秒都很珍贵 曾经犯下星光集团 少东吴东亮绑架案 以及台湾社会四大刑案的 主谋胡官堡 被枪决伏法之前 人想方设法 为的就是要多活几分钟 胡官堡那时候被拖上刑场的时候 他是手软脚软 四个人这样把他扛进刑场 那人家讲说 你杀人不眨眼 你怎么叫小鞋 后来才发现说 胡官堡 他们在整理他的牢房 说棉被掀开 这里面都是血 为什么 他在里面放血 他希望说 能不能隔天早上起来 身体虚弱 怎样 要枪决前 看他可不可以保外救医 就是拖延时间这样 胡官堡甚至在枪决前 还说新竹学童陆正的绑架案 是他干的 希望能够多拖延 另外还要以巡宝为名 社局杀人 夺走七条人命的徐东志 在枪决前 为了狗活也是拼出怪招 可是在台南监狱要行刑前的一刻 他最后的愿望是什么 让他拜一下 他就准备行李里面拿出 九个那种保利隆碗 每个碗里面还放的东西 他就跪在地上就在拜 那奇怪 玉芳跟所有人在现场 你不是台湊的人 你败咬的碗是 什么问题 九个碗代表什么 徐东志还有什么话 没说出口吗 他要卖什么关子 那时候大家就很好奇 说你是不是有杀了九个人 你还有两个人是没有警方没有查到 徐东志就跟那个检察官讲说 你想要知道吗 可是那个检察官也好 想再讲说 我真的很想知道 是不是你还有杀了两个人要讲 不过我想知道用其他方式来查 今天最主要的目的 先把你枪毙掉再讲 包括徐东志 包括胡关保 他们在死前 他能够多留一分钟 四亿分钟 想尽各种办法就是要看看这个人事间 我还是奉劝大家 不要等到那最后 你还在贪恋那最后的一分钟两分钟 其实这没有用 在简怡婷燕名震生之后 接下来死刑犯就会被带到这边的刑场 准备要执行枪决 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死刑犯必须要禁用他们人生的最后一餐 在这个刑场里的这个角落有三张桌椅 这里就是死刑犯吃最后一餐的地方 监索人员通常会帮他们准备便当 而便当的菜色不快 就是有饭有菜有肉 还会给他们一包香烟 跟一小瓶的高粱酒 不过检索人员说 就最后一餐能吃得下的人 其实不多 餐点其实没有刻意的安排 就是由我们总物客书人员到外面去 去买一个便当 那基本上会有一些卤味 然后鸡翅或者是鸡腿或者是牛肉 豆干之类的小菜 然后会再准备一小瓶的高粱酒 一小瓶的矿泉水跟一包香烟 民间习俗死了也不要当个饿死鬼 尽管也有人把这最后一餐吃得干干净净 但是大多数的人都是用喝酒抽烟 来麻痹自己面对死亡的恐惧 可是酒一定要有准备 他希望说你喝个酒 上路会比较没有直觉 像刘焕荣是高粱放在啤酒里面 当生死在来喝 喝了两杯之后 他抽了一根烟就去执行死刑 冷面杀手刘焕荣 最后一餐以酒烟待饭后 从容赴死 至于白岸三弦中的陈敬兴 五把钱的最后一餐 他也吃不下 陈敬兴看到那些饭菜的时候 他虽然没有吃 可是你会发现他从头到尾没有退了 而且他那时候应对还蛮正常 所以他在行刑之前 他还跟那个玉警说 诶 给我们来吃 也没什么那种感觉 而且他抽完两根烟之后 他还主动跟那些玉警说 因为那个玉警是拿整包给他的 他说看你要吃到当时 那之后他抽完两根之后 他就跟他们讲说 好 可以啊 来啊 那我们快跑 大概一半他咬一根烟之后 如果他心情还是不能平复 他如果再咬一根烟 我们基本上会再咬一根烟 那时间会拖一根烟 做几分钟而已 大家都在等这一刻 这一刻不止死刑犯在等 被害人家属也在等 死球走出饭堡后 该上路了 那时候有法医在现场 就帮他打麻药 一般食物上注射麻醉 他就已经倒了 还没有死亡 但是已经昏迷了 他就把他拌去那里 堆着膏里的撒球 然后上面铺了一个草球 我们就把他的手打开 那才能合跑 主要执行的位置 应该就是中间那 这边 这边 不会那么远就在这里 对对对 就是翻动最厉害的 法医会画他心脏位置 然后针对那个地方来执行枪截 这个用意是希望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子弹如果贯穿 不会因为打到水泥地而反弹 这是记忆安全的考量 那死球之后就趴在身上 那法医会听心脏的位置 就画一个红色 用红笔画一个圈圈在那边 红色的圈圈是死球生命的源头 更是了结死球一生的关键 红圈画上后 伴随着枪声 正式终结了死球的一生 也要让社会各界知道 有正面的教育意义 排楼不能走 这是一条不归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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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